等一下喔!我跟你們說我現在電腦很頂 我現在網路也很頂 那個離線喔!那個卡喔!不是我在卡喔! 他媽是YD在卡喔! 不要再說主播的電腦不夠好 主播網路不夠好 我他媽的網路500MB 全新的桌墊配備都念給你們聽了 問題是還是斷線啊! 所以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Youtube的問題 500MB的網路 全新的桌墊 你還要斷線 你還要斷線 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 謝謝舊有西風這台筆電 九個多月來的陪伴 期間我們一師一友 故事的最後 西風他用盡了生命 陪我度過許多風雨 你永遠都是那台最棒的筆記型電腦 讓我們送別小西風 希望他在下一次的旅程上 不會再碰上一個這麼簡陋的VTuber 不會再拿他操的沒日沒夜 壓榨勞工 我沒有我只是物盡其用好不好 什麼壓榨勞工這叫物盡其用 我就是如此的勤儉持家不行嗎? 主播勤儉持家錯了嗎? 我拿他加班工作錯了嗎? 錯的是我還是這個社會地址 沒錯 在這台筆電告別的那一天 剛剛好我的桌墊到了 用筆電開台這件事情 已經走入了歷史 我終於擁有了 我的熊生第一台的桌上心電腦 因為這是我人生第一台桌機 一直以來用筆電的我 一直想說 應該就是螢幕加主機 筆電就一台 我也不知道筆電裡面到底有什麼 不是啊 你們想一下我的狀況很合理 一個沒有用過桌墊的人 寫卡是什麼啦? 充電器是什麼啦? 直律是什麼啦? 說不懂啦 完了 老闆傳給我的東西 我完全看不懂 RTX是什麼? 等一下 喔 顯示卡我看到了 我的顯示卡呢 是RTX4060的 我當時有跟老闆聊 老闆說4060其實以我要弄的東西來講 它算是夠用 網上人均4090 4090是要幹嘛? 是要飛起來是不是? 它電腦是會飛是不是? 對啊 4090會讓你窮到魂飛起來 對吧 對吧 V.R.A.M.是什麼 V.R.A.M.是什麼? 太為難主播了吧 我 我真的是要發瘋欸 我剛才突然有一瞬間 覺得我來到外太空 但他聊天室打 怎麼我一個字都看不懂啊 選主機第一個 一定是看機殼好不好 沒錯 我想來一個很少女的 反紅色透明機殼 哈哈 猛男的少女性 我才不是猛男咧 怎樣 我不能用粉紅色是不是? 這種少女的顏色 不是誰都可以駕馭的 一定是又漂亮又有氣質 又會唱歌 主播才可以駕馭 這麼棒的反紅色對吧? 欸 如果我去一個男生家裡 然後看到他有粉紅色的主機 我會整個心花怒棒 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他要選一個 粉紅色的主機 因為我看不懂什麼顯卡啊 記憶體什麼 然後是不是都看到一個 粉紅色的主機殼 天啊 你的主機好漂亮喔 你一定是一個 又溫暖又世心的男生 全部都給我去買粉紅色的主機殼 我家貓會口口飯已經過世了 以後大家都要跟女生說 我家的電腦主機是粉紅色的 是櫻花粉 是少女粉 我跟你說 你每天要強調櫻花粉跟少女粉 這個女生就會覺得你很專業 好奇 主播的散熱設備 我平常直播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那麼好奇過這些細節 然後我現在組一台新的桌鏡 你們就這麼好奇我的細節 大家對主播的好奇心 都輸給一台新電腦 我平常直播的時候 都不會有人把細節問得這麼順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玩遊戲 或者是幹嘛幹嘛 說 根本沒有人在看我的遊戲規則 然後現在說 主播 你的記憶體是什麼啊 主播 你的主機板是什麼啊 主播 你的脫臉機是什麼啊 平常直播我那麼認真就好了 主播唱歌 聊天室潛水 新寶主播店 聊天室刷到爆 對啊 奇怪我平常唱歌的時候 我聊天室都沒有這麼熱絡 你們現在怎樣 哈 以後歌回我都跟你們聊處理器 以後歌回我都跟你們聊記憶體 然後如果以後發現歌回 大家開始潛水的話 我就會開始問大家說 欸 我想要換一台新電腦了耶 你們有沒有推薦什麼處理器 這時候聊天室一定就會瘋狂刷一排 對不對對不對對不對 女生不懂處理器型號 就跟男生不懂口紅的色號一樣 你這說得很好耶 我下次應該拿一張口紅的圖 然後來跟大家玩遊戲 請問這個色號跟這個色號差在哪裡 會聊電腦的女生是不是 跟會聊口紅的男生一樣稀有 欸 其實如果男生跟我聊口紅的話 我十字九零九會覺得他是gay 我之前陪一個曖昧對象去逛街 結果口紅色號分得太清楚 感情直接消失真的被當成gay 你們看我就說吧 如果你真的太會噴口紅色號的話 會有一個感覺會以為你是gay 等一下喔 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電腦很頂 我現在網路也很頂 那個離線喔 那個卡喔 不是我在卡喔 他媽是YD在卡喔 不要再說主播的電腦不夠好 主播的網路不夠好 我他媽的網路500妹 全新的桌墊佩佩都念給你們聽了 問題是還是斷線啊 所以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youtube的問題 500妹的網路 全新的桌墊 你還要斷線 你還要斷線 主播要不要把電腦配置 跟網速貼在耳朵上 我跟你說 下一次直播 我就把配置跟網速貼在耳朵上 媽的 在跟我說網路卡 哼 你才卡 你雷雷卡卡 總結 非常感謝我的小筆電 陪我走過了九個月的路程 然後他陪我 我經歷了直播家 短影片 跟唱影片 總經歷了378部影片 然後在IG上面 幫我們創造了 70幾萬 90幾萬的流量 謝謝他 沒有在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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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艱難的時候思緒 他在一個我 可以附和更新設備的時候 你去了 我真的蠻感情的 說實在 還是謝謝大家 來參加我們小筆電的告費室啊 要播這個主題的時候想了一下 想了蠻久了 但是我覺得 嗯 好像可以紀念一下喔 紀念一下自己又超完黑筆電 在這邊跟一百多位小販團們 共同的送走我們的小筆電